今日中央CDC公布,北市的專責病床,空床數為682床 北市的醫療量能是否充裕呢? 不要坐在辦公室看數字 我跟你講喔 像那個公布說什麼,那個空床數 頭也空咕嚕 你是怎麼可能,幾百床空床 你到第一線去問就知道了 我不是講過嗎? 到那個醫院的急診處門口站一下 到那些專責病房的門口站一下,你就知道現況了嘛 當然我們說 如果說台大院院長出來講話,一些醫護人員第一線都出來講話 你中央政府拿一張 拿一張報表在那裡 而且那個只要稍微有嘗試就知道不可能有幾百個空床 所以我都不曉得那個數字從哪裡來的 謝謝 這部分我也 剛剛有看到 記者會 有提到說 這個台北市的空床數 只有 八百多床 比新北還少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北市的醫療資源 可以說是 最充沛的 在這裡呈現,我也仔細細了解 因為 這個時候 我們的空床只剩二支床 那很快的就會用完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不管是 把兩個 把病人送來 兩個病人送來這裡 他都已經滿床了 所以他只好去 開兒童醫院的病床 那最後當然感謝他是把他收進去了 當然我們送病人 不會 只送台大 台北有八大醫學中心 我們都一一去問 絕對是 錢以赴 所以 我也希望 但這部分 中央地方都非常的辛苦 我也希望在這個數字的 調查跟呈現的時候 跟解讀的時候 要很小心 那當然今天說 我們台北市的 醫療量能是足夠的 我覺得這個 絕以是值得 再深思的 其實是緊繃的 那我們 不管我想 包括新北也都需要 南宋 市長也期待說我們 台北市盡量的 自己能夠吸收下來 但是絕對不是像 報表上所限的 我們還有六百多次床 那怎麼可能呢 更何況不是只有病床 最缺的還是 重症的 病人所需要的 加護病房 或者 負壓克力病房 所以希望 在呈現這個 數字跟解讀的時候 能夠跟我們 地方 多溝通 或者說 到地方來看看 是不是 大家 夠努力 謝謝 謝謝 感謝 局長 謝謝